每到10月 泰雅族人都期盼全泰雅族运动会的来临 每个地区派出最优秀的人才争夺荣誉 但今年受疫情影响 本次运动会主办方桃园复兴区与各区开会讨论后 决于为保护族人健康停办今年的运动会 并没有说非常完整的解锋的一个迹象 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也不太敢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决定 受疫情影响的不只有全泰雅族运动会 同样原定在10月举办的排湾卢凯族运动会 也因为疫情缘故延期到隔年的4月 本次负责办理活动的马家乡乡长就表示 除了比赛场地来不及完成外 美女运动会各乡派出的选手 都是在乡运动会成绩优异的选手 但受到疫情警戒的影响 导致各乡运动会纷纷喊停 造成选手无法推排 我们各个乡他们要报名的选手 他们因为没有办理运动大会 所以都希望我们延后来执行 我们本乡的各项比赛场地的工程建设 都来不及了 疫情导致各族运动会无法如期举行 虽然无奈但大家都还是愿意等到 疫情完全趋缓后再来举办 而桃源父亲区也表示 如疫情8月后得到稳定的控制 驱站也会再讨论是否要延期举办全泰雅族运动会 让族人们再次回到竞技场上一平高下 原是新闻Lavao's56台北市采访报导